吹吧 我的骄傲放纵 这歌词这是 但是看得出来 刚刚你就是一直在吹 那个刺下水道 对 下水道还是刺的 对 这乐团人介绍一下 介绍一下 这叫锁呢 厉害 这咱跟郭老师咱都挺好 你别当着面 咱们骗人 你这个 我就算忘了他名字 这也不能叫锁呢 对不对 这就是锁呢 这不是锁呢呢 这怎么不是锁呢 这里还藏着一个 这锁呢你拿上来 你能吹两下吗 来一个比较热门的 卡路里怎么样 哎呀 哎呀呀 太悲哩了 在郭老师面前 搬门弄斧 然后把乐器搬上了 一个相声的舞台 然后从演出的一个 风格和形式上 并没有拿捏得很到位 相反到暴露 他自己相声的一个不到位 演出的一个功底的 一个不深厚 包括音乐的 乐器的一个不深厚 这刚刚吹的这个锁呢 包括你吹这次中音号 是吧 这是你自学的吗 次中音号的不是 是从小学的 从小学的 我是毕业于这个 中央音乐学院管弦系的 这是正经学习的一个专业 打小学音乐 而且考的中央音乐学院 后来改行说相声了 这家里人同意吗 其实我从小是喜欢相声嘛 就想去学相声 家里特别反对 就是拦着我不让我学 为了相声就是失去了很多 当然也会得到很多 你平时这个相声 爱听什么相声啊 因为从小是受到熏陶 还是春晚的相声 最喜欢的就是 跨世纪的作品 2000年郭老师的这个 就取性格 真的特别喜欢 最喜欢的原因就是 结合了各种乐器 融入到相声 有说有唱 以及再翻过一年的 台上台下 也是这个节目 都是这个 把乐器融入到相声当中 包括对郭老师特别喜爱 你把手机拿上 对 我用手机壳就是郭老师 装上郭老师这个手机壳 信号怎么样 网速贼快 真的 好吧 你们这个信号满了 郭老师坐这儿 也接收到你们刚才的信号了 感谢李涵 感谢勇志 谢谢两位 非常做 谢谢 谢谢郭老师 谢谢大家 相声我们都说要有人物 有情节 有戏剧冲突 那么在这段节目当中 我们可能更多的看到的是一些 他认为的包袱的罗列 我们看不到人物 也看不到戏剧冲突在里边 我们看不到戏剧冲突